從事航空工作 駕駛飛機在天制澳場萬里 是不少人的夢想 機管局計劃興建機場新跑道 意味著飛機師、航空管制員 以至後勤支援的工作人員需求都會激增 身為一個學生 我覺得很鼓舞 因為當2030年機場有新的跑道發展完成 我覺得我的晉升機會率會大了 特別是在管理階層 因為需求量大了 我覺得自己的機會會更大 現在在機場兼職做地勤的譚家銘 在大學主修航空管理 他打算兩個月畢業後投身航空業 機場擴建對他來說是一個喜訊 機場的配套其實都挺完善的 在現時來說香港機場 但其實在我作於 航空公司的人手方面其實較短缺 我們工作壓力都較為大 工作的時間 還有可能我們的工作需要輪監製 我們可能會有通宵的監期 可能這些都會令到我們很多同事都會選擇離職 去轉回一些可能文職的工作 可能有第三條跑道出現之後 其實航班會繼續增加 其實我都希望航空公司 或者我們航空公司可以繼續增加人手 可以配合我們未來的需要 到我這一刻我還可以接受到 可能我自己喜歡一行 或者我自己可能性格上的 性格上的配合到這份工作的需要 有人才需求都要有足夠的供應 但是現時本港還未有大學提供相關主修課程 和航空有關的 至德庫學位 高級文憑 和海外銜接學位 有教授就希望政府能夠資助本地大學 舉辦學位課程提高教學質素 政府資助差不多 資助三分之二 我們現在是靠學費 即是靠三分之一來去做我們的資源 那你如果是 突然間 政府資助多兩倍 你說是不是會好很多 牽涉到航空的軟件都貴 也有一些做模擬的 陳志光亦說 學校已經計劃在下學年度 招收多近一倍的學生 由現時80個增加至150個 以應付未來航空界的人才需求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李文欣報導